目前在新界,我们经常见一些因为迁册而重置的村落 因为当新界原居民的屋地被收回时 很多都会获政府提供另一幅土地 或另一所迁置屋宇作为补偿 当年政府收回青衣部分村地起工屋 村民获重置到新建村屋居住 看看当年的报道 祠堂是安放祖先灵位的地方 亦是一条村里最重要的地方 所以在搬迁的过程中 政府除了要为村民重建家园 还要特别为他们在新村 建好和原来一模一样的祠堂 建筑的格式方向等等 固然是要照村民看过风水之后的意识来做 炸好了入火的日子之后 李文虎代表还要亲自为新村举行揭幕仪式 这些结白的楼房 就是上涌美、下涌美和老屋村民的新居 整个斯山香村重建区 一共是建了80间这些村屋 每一间面积700尺 三层高的新屋 是用来补偿村民在旧村每一份的屋地 即是大约436平方尺 如果有一份半或以上的屋地 就补回两间新屋 另外每一间屋都有半千费八千元 还有间隔费二千五百元 至于农地的补偿 在七八年 就是每尺补回三十九元 七九年就补回五十九元一尺 村民可以一半收现金 另一半就拿换地权益书 除此之外 猪篮和鸡屋就照面积补偿 果树和青苗就由鱼笼署的专家 逐棚点收计算 一向以农为生的村民 一旦搬到这里 他们整个生活方式都要改变过来 人又多 还有地方窄就吵 加上一到礼拜、礼拜六 那些麻雀几乎打到十二点几 我们在那边就没有这么夜睡 过去那些农村三湖 就九点多钟 多数九点多十点钟 最迟是十点钟到后睡觉 有点好的 不是说只不好 就是阔一点 住的地方 在那边旧屋虽然是自己有两层 都没那么阔 这里是不是有七八尺屋 又阔一点 由现代的眼光去看 村民的生活的确是有显著的改善 起码现在每间屋都有水电和厕所浴室 煮饭洗衣服 都不再需要像以前那样 要斩柴透火 或者要去街喉担水 看起来生活真的比以往方便和舒适很多了 旧的必定需要拆除 然后新的才可以建立 这个是社会发展必经的过程 青衣岛将会发展成为本港一个重要的重工业区 在八零年代的中期 它的人口将会达到大约十八万 农村的迁律毕竟是有所代表的 不过真正付出的又有什么能够偿还呢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